习近平紧张过度复痛入院之后 已经出院并出席会议 中共党媒26日报道 近日 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露面并讲话 习对全体政治局成员连续提出三个老实 要求政治局成员始终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 坚决服从中央等 12月26日 中共新华社报道称 12月25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对政治局成员提出多项要求 包括政治局委员要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树立好的家风家规 管好家人 勇于担责等 中共十九大中央政治局成员共25人 习在讲话中要求 中央政治局成员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 始终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 自觉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向人民学习 放下架子 接地气 通下情 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上述讲话 据传是习近平腹痛住院后的第二天公开露面 据自由时报26日引述报道说 12月24日 平安夜对习近平来说不平安 北京301医院很多武警 特警 据在医院病房高盖家属透露 当晚 习近平腹部疼痛来到301医院 门诊戒严了15分钟 而习就医的原因是长期精神紧张导致消化到功能紊乱引发 报道说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报道还指 习近平曾经写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不过 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后来 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 港媒曾披露 习近平自18大以来 已经遭遇六次暗杀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习近平上台后 五年间以反腐为名 拿下了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中共内部400多名 副部级以上高官 副部级以上官员就有周永康 令计划 苏荣 徐才厚 郭伯雄和孙正才等人 19大之后 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将派大老虎薄熙来 孙正才 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等人阴谋转党夺权是阴谋家和野心家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说 从18大前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到19大前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 这两人分别是江派的接班人 针对习近平发动政变夺权 薄熙来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获得江泽民信任 成为江集团代替习近平的人选 孙正才是在薄熙来落马后的备用人选 19大前 中共军中上将张扬 房峰辉和孙正才在同一时期落马 外传张扬与孙正才等暗中串联 试图在19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 而统统被习近平拿下 在这期间 习近平当局把与江泽民集团的政治博弈 从经济反腐到政治反腐 定调从经济层面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 间接向外界释放出江泽民在政变夺权 夏小强说 五年来 江市集团政变夺权的招数几乎使劲 采用超限战 暗杀 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金融政变 海外爆料等层出不穷 同时参与政变的江派官员也不断落马 在19大后 随着习近平与江派政治博杀的持续和升级 在周永康等人或死或落马 而江市集团尚未落马的郑国籍大老虎 张德江 刘云山 张高丽 曾庆红 江泽民等人 就是隐藏在孙政才 张扬背后的阴谋家和野心家 夏小强指出 在习近平当局未来的反腐战役中 如果不能拿下这些人的话 不仅仅是反腐失利 而且还将不断遭遇江泽民集团的连环政变 日前有港媒披露 中共武警所属的14个机动师将全部被裁撤 人员规模也相应缩减40万 由于数量庞大的武警部队一直被江泽民派系所控制 习近平此番军该动作也被外界认为 是为防止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重演 据苹果日报引述中共军方内部人士称 武警部队已将旗下14个机动师全部裁撤 至于该14个师所属的56个团 则改为机动支队 编入武警驻各省市自治区内 为总队和新成立的两个机动总队 武警大部分的专业部队也都被解散 武警总规模将由80万改为40万 大幅减少40万 改革后的武警部队将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另外 10月底通过的武警部队改革议案 规定武警将由中央军委统一管理 地方政法系统将无权再调动武警 而过去的武警名义上 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管理 实际做法是由中央政法委和各省市一把手所统侠 中央军委领导被架空 江泽民上台初期 由于邓小平的亲信杨尚昆 杨白冰兄弟掌控军权 将号巨资扩建武警部队 将这支部队发展成第二权力中央的武装力量 武警部队也因此被外界称为是江家军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调查后 武警部队一直处于被清洗中 直到十九大前 武警部队高层几乎被一窝端 外界分析认为 习近平此番军该动作是进一步削减政法委的权力 避免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重演 2012年王力军出逃美国领馆事件爆发后 薄熙来 周永康企图政变的阴谋被曝光 周 薄政变所以重的重要武装力量正是武警部队 包括王力军逃管事件中 薄熙来曾动用武警包围梅领馆 随后的319政变中 周永康动用的也是武警 12月15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赴北京述职 获中共总理李克强接见 在中共官媒报道中 李克强大秘 原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也参加了会见 杨晶在十九大落选中央委员 一度引发他已落马的传闻 此次露面被之必谣意味明显 陆媒报道 李克强15日上午在中南孩子光阁 会见了林郑月娥 现场为长方形会议桌 李克强坐正中央 林郑月娥坐左侧 右侧一次为杨晶 杨洁篪等人 其中杨晶的出现引发舆论关注 这等于打破了近期关于他的种种传言 中共十九大闭幕时 未到退休年龄的杨晶意外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 此前 对于杨晶落退出局的原因 一度出现多种说法 东方日报曾报道说 杨晶落选中央委员名单 主要原因是杨晶有浓厚的团派色彩 在内蒙担任团委书记时 便与令计划搭上关系 此外杨晶有生活作风问题 在内蒙期间与一位女子有染 遭到该女子亲属持续举报 自由亚洲刊评论文章则称 杨晶和孙正才差不多 是在同一时段被调查 杨晶的问题较轻 只是被界定为比较单纯的个人问题 而香港明报引述京城消息称 杨晶因设明天系富商校建华案 近日被免去职务 将为正处籍由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 一名副市长从北京接回 明天系掌门人孝建华 被视为江派权贵集团的白手套 操盘手 2017年大年30被北京当局 由香港带回大陆 64岁的杨晶曾是中共第17届 18届中央委员 在内蒙古任职于30年 先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自治区区政府主席等职 2008年 调任中央任统战部副部长 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1月初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公委网站显示 中共财政部部长消协已解替杨晶 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公委书记 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 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杨晶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11月7日 据央视报道 总理李克强当日出席经济形势专家 和企业家座谈会时 杨晶也在做 不过 截止11月29日晚 国务院官网显示 杨晶仍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评论人士分析称 杨晶此番献身 无疑等于对类似传闻必谣 而官媒的通稿中 具体表述为杨晶 杨洁篪参加会见 并未表明具体职务 19大之后 北京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令人眼花缭乱 习近平导师 清华大学教授 孙丽萍近日警告说 北京发生的所有令人 匪夷所思的事件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 搞不好 今年过年期间 还可能出大事 清华大学教授 孙丽萍12月12日 在起微信公众号 发表文章说 北京近期发生的 一连串的事情 惊得人们目瞪口呆 接着 鸡毛一地 乱象丛生 除了鸡毛之外 也给我们留下一堆问号 所有这些超出常识 匪夷所思的一切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他说 比如煤改气 看到一组农村天然气 凌乱纵横管道的照片 这将来会是多大的安全隐患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 今年新年期间 燃放鞭炮 弄不好 很可能会出事情 文中还说 从烧煤的炉字 到经过批准的扁排 再到被砸的铺面 这几件事情 均关涉国际民生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 都涉及法律和契约 但孙丽萍的这篇微信文章已被删除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执掌的清晰重地 接连实施三大治理动作 包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沿街尾键和广告牌 以及没改气 但每项行动均遭挫折 闹得远生载道 比如 在天寒地动之下 北京市突然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 驱逐低端人口 几乎是一夜之间 令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流离失所 大清场还没结束 经经济又出手 强行推广煤改气 煤改电政策 导致不少地方出现动伤情况 接下来 北京多部门又启动了清理建筑物 天际线专项行动 而上述三项行动 均给普通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半途而飞 就在三大治理动作接连事与愿违之际 12月13日凌晨 北京朝阳区十八里电香百强子村 一村民自建的四层房突发火灾 导致五人死亡 八人受伤 这之前的11月18日 北京福大清区也曾发生一起重大火灾 当时 大清区一栋二层楼去福原公寓发生大火 导致至少19人死亡 八人受伤 据报道 大清区这次火灾是本区不到七年内的第二场大火 2011年4月25日 大清区旧宫镇也曾发生一起死伤严重的火灾 过火面积仅300平方米 却酿成17死25伤 含二名女童 那场火灾后 有神还者披露 公寓的大门无法打开 有人用脚使劲地猛踢墙壁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砖块 全都是泡沫塑料 也没有任何消防设施 走火通道 令火势不断蔓延 逃生困难 中国知名媒体人石飞克在个人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这两次火灾中 似曾相识的群体 花了六年时间 一路往南撤退了七公里 还是没能逃脱过情形相仿的灾难 再次跟踪而至 目前该文已遭中共封禁 自从中共十九大召开以来沉默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近期罕见接受了法国一家主流媒体的采访 高调宣称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北京政权 对此他表示很有信心 这个与某些因贪腐而被查的中共前国安高官关系密切因而身份尴尬的中国富商 再次吸引了舆论界的眼球 有媒体又开始讨论郭某背后神秘的大老板和他未来的命运 流亡于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他的纽约豪华寓所里接受法新社专访时 宣称自己希望尝试和拥有法治民主和自由 他并声称自己高调爆料中共权贵黑幕等行为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更换北京政权 他并表示自己也有信心在三年内就可达成这个目标 郭文贵称上述计划他已经酝酿了28年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民主运动时 他的一个弟弟就在他的面前丧生 他本人也被关押了22个月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怀由与中共统治中国的这个现有体制做抗争的想法 不过上述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遭到了海外一些人士的质疑 法广12月10日的相关报道中披露 郭文贵和他的妻子从今年4月起开始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 他们一直在等待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结果 但一直有批评者指称 郭文贵曾与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着密切联系 在过去郭某曾长期利用这种强力公权力来攻击打垮自己的商业对手 并因此积聚额财富 因此质疑他本身是一个有缘罪的人 而从他口中爆料的中共其他高层人士涉嫌攀附的内容 又出于各种限制 其真实性无法得到完全证实 因此遭到外界比较强烈的质疑 尽管如此郭文贵的爆料活动还是让他的推特账号拥有了超过48万的关注群体 成为饱受聚焦的政治网红 郭文贵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声称 他正在发展一个新的媒体平台 将于今年12月底开始运营 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向外界揭示充满缺点的中共政权 郭文贵还证实了此前美国媒体上曾一度热传的有关中共政府的代表案中与他接触的报道 郭称中共的这些官员们到访美国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他销声 郭同时还声称自己拥有双方谈话超过100个小时的录音 针对郭文贵这次接受法媒的专访 据信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日前发文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郭文贵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搅动海内外舆论 俨然成为了国际级的网络红人 由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郭某被迫消停了一段时间 目前他卷土重来 是否预示着郭文贵会再度翻红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文章把郭文贵称为并不光彩的富商 指他过去曾被中共安全部门吸纳 在强力部门的庇护下唐尔皇之的进行强买强卖 或者利用法律的方式打压他的商业对手 同时他也利用商人的身份展开一些情报的搜集等活动 因此他与中共安全部门一些高官通过利益关系 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文章称 如果没有中共更高级别的人同意 以被捕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 并不敢肆意地配合郭文贵进行那些非法的商业勾当 至于郭的背后更大的老板究竟是谁 是外界非常好奇的一个话题 该文分析称 郭文贵爆料的一些证据遭到外界的质疑 他还因为爆料而同步收到了大量的诉讼 这应该会让他颇费周章 估计北京当局也会强化力量来加速对郭文贵事件的处理进程 因此 在短期内 郭文贵的命运不会超过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 让他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第二 美国可能给过政治避难的身份 但选择让他晋升 然后低调地去发掘他可能的价值 第三 郭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程序 来慢慢应对那些在美国已经起诉的官司 从而达到拖延被遣返中国的时间 但无论哪一种方案 郭文贵的命运实际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而是需要中美两国政府的脸色与合作 据自由时报26日引述报道说 12月24日 平安夜对习近平来说不平安 北京301医院很多武警 特警 据在医院病房遭盖家属透露 当晚 习近平腹部疼痛来到301医院 门诊戒严了15分钟 而习就医的原因是长期精神紧张 导致消化到功能紊乱引发 报道说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报道还指 习近平曾经写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不过 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后来 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 港媒曾披露 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 已经遭遇六次暗杀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习近平上台后 五年间以反腐为名 拿下了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中共内部400多名副部级以上高官 副国级以上官员就有周永康 令计划 苏荣 徐才厚 郭伯雄和孙政才等人 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江派大老虎薄熙来 孙政才 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等人阴谋 在十九大后 随着习近平与江派政治搏杀的持续和升级 在周永康等人或死或落马 而江市集团尚未落马的郑国级大老虎 张德江 刘云山 张高丽 曾庆红 江泽民等人 就是隐藏在孙政才 张扬背后的阴谋家和野心家 夏小强指出 在习近平当局未来的反腐战役中 如果不能拿下这些人的话 不仅仅是反腐失利 而且还将不断遭遇江泽民集团的连环政变 日前有港媒披露 中共武警所属的十四个机动师将全部被裁撤 人员规模也相应缩减四十万 由于数量庞大的武警部队一直被江泽民派系所控制 习近平此番军该动作也被外界认为是为防止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重演 据苹果日报引述中共军方内部人士称 武警部队已将旗下十四个机动师全部裁撤 至于该十四个师所属的五十六个团 则改为机动支队编入武警驻各省市自治区内卫总队和新成立的两个机动总队 武警大部分的专业部队偶转党夺权是阴谋家和野心家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说 从十八大前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到十九大前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这两人分别是江派的接班人针对习近平发动政变夺权 薄熙来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获得江泽民信任成为江集团代替习近平的人选 孙政才是在薄熙来落马后的备用人选 十九大前中共军中上将张扬 房峰辉和孙政才在同一时期落马 外传张扬与孙政才等暗中串联 试图在十九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 而统统被习近平拿下 在这期间 习近平当局把与江泽民集团的政治博弈 从经济反腐到政治反腐 定调从经济层面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 间接向外界释放出江泽民在政变夺权 夏小强说 五年来 江市集团政变夺权的招数几乎使劲 采用超限战 暗杀 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金融政变 海外爆料等层出不穷 同时参与政变的江派官员也不断落马 也都被解散 武警总规模将由80万改为40万 大幅减少40万 改革后的武警部队将自2018年1月1日 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另外 10月底通过的武警部队改革议案 规定武警将由中央军委统一管理 地方政法系统将无权再调动武警 而过去的武警名义上 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管理 实际做法是由中央政法委和各省市一把手所统侠 中央军委领导被架空 江泽民上台初期 由于邓小平的亲信杨尚昆 杨白冰兄弟掌控军权 江浩巨资 扩建武警部队 将这支部队发展成第二权力中央的武装力量 武警部队也因此被外界称为是江家军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调查后 武警部队一直处于被清洗中 直到十九大前 武警部队都曾几乎被一窝端 外界分析认为 习近平此番军该动作是进一步削减政法委的权力 避免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重演 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事件爆发后 薄熙来 周永康企图政变的阴谋被曝光 习近平紧张过度复痛入院之后 已经出院并出席会议 中共党媒26日报道 近日 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露面并讲话 习对全体政治局成员连续提出三个老实 要求政治局成员始终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 坚决服从中央等 12月26日 中共新华社报道称 12月25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对政治局成员提出多项要求 包括政治局委员要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树立好的家风家规 管好家人 勇于担责等 中共十九大中央政治局成员共25人 习在讲话中要求 中央政治局成员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 始终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 自觉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向人民学习 放下架子 接地气 通下情 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上述讲话 据传是习近平复痛住院后的第二天 公布